金門跟廈門是一家 我們叫金夏一家 廈門在剛開始發展的時候 它的房價非常便宜 它蓋的都是很漂亮的別墅型的房子 各位想想看 有多少金門人在廈門買房子 真的 因為我去金門的時候 我跟金門一些朋友他們都有自產 兩套 三套 四套都有 所以普遍的金門人 在廈門都有好幾套房子 然後在台灣也有好幾套房子 所以在台灣有房子 在廈門有房子 然後再加上常住金門的人又少 然後金酒又這麼的貴 它是白金 它是透明的白金 貴到不行 我不是說貴 是它賺到不行 可是人又那麼的少 又賺那麼多的錢 然後每個人又 福利一堆 補貼一堆 福利一堆 補貼一堆 然後再加上在廈門收租 就已經夠他付了 然後在台灣又有親人 又有房產 然後台灣的地價房價 也漲成這個樣子 您想想看 對金門人來講的話 那我就只要水 電 瓦斯 然後供應很充沛 我不要發展也可以 就是其實我平常 只要我生活便利 我其實不太需要有太多 很辛苦的工作 那金門人出國 他現在也很少再飛到台灣的桃園機場 再出國 他很多都是直接坐船 然後廈門 從廈門的國際機場出國 因為比較近 真的比較近 而且那個很多 航班 航班又多 然後便宜的航空又很多 聯航又很多 那您想想看 對金門人來講 坦白說 它不是方便嗎 所以金蝦大橋 如果一蓋起來的話 那金門人就不用再坐船 到廈門做國際航空的 對 開車開到廈門幾分鐘 五分鐘 不過剛才賴老師 所講的一切基於是 兩邊大家互相的相處的 都非常好的狀況 就是說你可以大家一樣 互惠互利 可是現在偏偏我看到很多 不只是我剛才講 五甲大廈的報導 他講說可能認為 中國大陸有四種方式 可能會對台灣來做威脅 另外美國印太司令 他又講 這個很聳動 六年之內恐怕會侵犯台灣 205年會取代美國 好 這些當然他們講很多 而且他說台灣可能會成為 大陸這個過程的一塊試金石 這篇報導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瘋傳媒的一篇報導 特別拿出來講 主要就是他在回顧 從去年下半年到 今年到二月人事改組一連串 他把整個 他認為是一個幕後的故事 大家記不記得這個 在川普下台之前 美國前駐合聯合國大使克拉福特 本來要來台灣 當天其實我們都已經準備好 要接待了 然後突然說不來了 登記前一刻不來了 然後這個報導裡面就說 因為先前已經有兩個官員來台灣 中國大陸已經不高興了 可是克拉福特你有外交主權的事物意義 你說踩到我們底線 所以他透過了美國跟中國大陸 兩方軍方的關係告訴你說 一旦這個專機要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的軍機就會到台灣的領空 那這時候你就要兩個決定 你美國是要從加索納基地的軍機來護航嗎 或是中華民國空軍要來扮飛嗎 要來幫忙保護嗎 這兩個狀況都有可能會讓戰士一觸即發 所以最後蓬佩奧就是用一個台階下說 大家都不要出去 我們要穩定交接 然後因為這個狀況 他是說蔡政府渾然不知 那到後來知道之後 才開始慢慢做一些國安的改組 我不知道賴教授怎麼看這篇報導 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傳聞很多 傳聞很多 但是我們把事實跟傳聞 把它做一個整合來看 我們先看一下 美國有高官兩次來到台灣 就是你剛剛講的衛生部部長 高官兩次來台灣 在那個時候兩岸之間發生什麼事 那是已經發生的事 而且新聞情報都公佈出來的事 也就是美國提高了它的層級到台灣來的時候 大陸那邊的軍機 是不是北 中 南 同時都進來 而且架次也很多 而且幾十架次 對 我們一個基地 也不過就是60架 一個連隊 也不過就是60架戰機 但是能夠整個起飛的 能不能有三分之一 我們都是一個懷疑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當美國的高官要進台灣 所以為什麼它繞了繞去 然後時間就不確定 那是因為 所以就在你的軍機 就是大陸的 美國的這些高官的飛機 要進台灣這個空域的時候 大陸在這個地方 舉行一種軍事訓練 它還不叫演習 軍事訓練 而且大規模的 大批的戰機 在北部 中部 南部這個地方 而且穿越台海中線 穿越台海中線 台灣你要去半飛 或是你所謂的攔截 你也不可能一下子 上去上百架的戰機 對啊 對不對 你不可能 你要這樣子的話 那等於是台灣的上空 戰機密布 那這個東西 只要有一點點誤會 或是只要有一點點插槍走火 那就一發不可收拾 那美國的飛機進來的時候 那麼台灣的戰機 在這個地方 跟大陸戰機在這個地方 飛來飛去 那它怎麼辦 而且要進台灣是要繞的 對 你所有我想我們 我們去過日本 或是去過大陸的 我想所有的朋友都知道 我們的飛機 進台灣的桃園機場 對 或是最主要是 桃園機場的時候 是不是要繞一圈 對 那會不會經過台灣海峽 這個地方 因為飛機是大繞的 對 那你美國的飛機 從那邊地方飛過來的時候 是不是要一個大繞過來 對 那在這個情形下 這個地方都是戰機 你美國的飛機怎麼辦 所以你看它的時間 一改再改 對 一次 一次我就給你穿越台海中線 兩次我的戰機的種類更多 那就已經是 要準交戰的一個情況了 那這一次你聯合國的大使 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估計了 那解放軍如果你 殲20隱形戰機 對 或是它直接就進入台北 哇 你打還是不打 或是你 如果你沒發現 對 對 如果你看不到它怎麼辦 那如果它今天大雞群 就直接進來了 那你台灣打還是不打 你打了那就是交戰的開始 你如果開了第一槍 開槍在你 那是責任在你 可是你如果不開 那飛機就已經進來了 對 然後我們的飛機要去攔嗎 那攔 彼此之間撞到了怎麼辦 是 所以你想想看 我們台灣要給美國人 完成這個樣子嗎 然後一旦兩邊開戰了 的時候 對大陸來講 就一次收復了 要打就不是打假的 要打就整個打了 那你美國已經準備好 要跟中國大陸開戰嗎 也不敢 也沒這個本事 因為美國再怎麼做沙盤推演 他都知道 他本身在整個南海 這個東海這個地方 他跟中國大陸打海戰 打空戰 是全軍覆沒 美國再怎麼推演 都是全軍覆沒 因為靠近中國大陸 他有絕對的優勢 好 那你如果你美國 你要動用日本的軍事基地 介入台海的戰士 那你日本的軍事基地 軍事基地 不就在中國大陸 導彈的打擊範圍內 那日本是不是也要被捲進來 那你要不要用日本 日本要不要給你用軍事基地 來介入台灣的城市 那你也不敢用菲律賓的 那你美國 你用航母嗎 航母又靠近不了2500公里 因為靠近2500公里 就是被打 你靠近不了2500公里 你靠近不到1000公里 你的戰機根本沒用 因為你的航母的 戰機的作戰半徑 不會超過600公里 那所以你要靠近到600公里 你的戰機 才是最緊繃的一個作戰半徑 這樣的情形 你的航母本身就是鐵棺材 就是準備被挨打的份 那這樣的情形 對美國人來說 而且中國大陸 也已經告訴你我打得到 而且也打給你看了 所以美國的情報單位 也收集到 中國大陸從 青海那個地方 發射了那兩枚 東風的導彈 那我就打給你看 而且是打得很準 打給你看打得很準 你還攔不下來的情形下的時候 美國的航母根本不敢靠近 不敢靠近 他就不可能救援 不可能救援 又不敢用日本的軍事基地 來介入這個戰爭 因為日本本身軍事基地 就會被構成被攻擊的範圍 那這樣的情形 你就可以知道 美國我把整套的沙盤隊演 演完了以後 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美國是玩假的 他只是想煽動台灣 跟大陸爆發緊張 可是如果真的打起來 美國還真的還不敢介入 可是問題就一真的打起來的話 台灣如果一旦戰敗了 就台灣被統一了 我們就整個統一了 那這個時候 全世界再也沒有台灣牌可以打了 美國這個台灣牌就丟光了 而且美國的臉在全世界丟光 因為他說台灣關係法 我的話是可信的 我的承諾是可靠的 結果他什麼都不敢做的情形下 那你想想看 那美國的臉在全世界丟光 美國的威信也丟光 所以最後美國只好做一件事 據說那個飛機已經起飛了 對 有一個好像相關的報導 說已經飛到這個夏威夷 繞來繞去以後又回來 那不是更丟臉嗎 換言之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是事實 也就是美國的 當初擺出那個姿態 就是美國人擺出那個姿態 我的聯合國大使飛過去了 而且已經起飛了 而且已經到了夏威夷中間的轉接了 轉接了以後再起飛了 然後要準備往台灣的方向飛 然後這邊繞一繞以後 又摸摸鼻子回家 那你美國的外牆中竿 就不是被看透了嗎 那一個大國 然後後來就唾面之竿 然後他就顏面掃地以後 就找了一個理由 就是說 哎呀我不能夠影響交接 要交接順利 所以不能夠台海發生戰爭 不能發生衝突 因為這樣的話 要怎麼交接 那不是人要看出你的底線 就是你的底線 原來就是只想挑弄兩岸關係 那我們還是回到老問題 那你台灣的當政者 腦袋這麼笨嗎 就給美國人這樣挑弄 搞得兩岸關係緊張到不行 台灣的老百姓 本身還在吃豆漿 或是在吃中飯 也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突然間戰爭打起來了